新北市長侯友宜上任之後 陸續在各行政區跟里長 舉行行政治理座談會 是行動派要聆聽基層的聲音 那麼今天結束的上半年 自由場座談會也發表施政成果 仔細聆聽地方需求 為了拼市政 新北市長侯友宜自上任之後 就率領市府團隊前往各區 與里長們進行面對面座談 而最後幾場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改用視訊的方式進行 在每一場座談前 除了會事先會整各里的議題 該做的請各局處盡快做 不能做的也要溝通清楚 之後再透過會刊 案件列管與成立專案的方式 盡可能滿足市民需求 像板橋的大輪街 二三十年都要积淹水 我們馬上大家起來积 积所有的力量並肩作戰 這個二三十年的老問題 不到三個月就解決了 所以像這個事情 也就是我們非常感謝里長 反應民意 我們把它做好 新北市行動治理成果豐碩 獲得里長們的肯定 侯友宜表示 行動治理強調伺服於基層 面對面的溝通機制 所以走訪各區 聽取民意 希望透過每一次行動治理 讓新北市更具競爭力 記者綜合報導 與他相濡一抹 沒選擇